我跟妳講 我還先到 我準時到 他讓我等了40分鐘 第一次約會他就大時到 妳為什麼每次都要敲到車 結果我們就在車上大吵 我就會跟他講 吵到我也會跟他講說好啊 那不然你看 敲那個多少錢我賠給妳 講到這樣 Apple 終於見到面了 對 我們那時候其實我們 一開始是夏和熙介紹 夏和熙好 對 我們是介紹認識的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因為夏和熙沒跟我說 她當天會帶男生來 所以我以為那一天 只是跟夏和熙吃飯 我就穿得超邋遢 夏和熙等於是妳的妹頭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因為她就知道我是單身 集中管理 她就先過濾 然後她就想說 就可以幫我介紹 我就是素顏 然後穿得超邋遢 穿了一個像睡褲的褲子這樣 然後大學梯又素顏戴帽子 結果夏和熙來的時候 就跟我說 我有帶一個男生 我傻眼 我想說妳怎麼不先通知一下 對 結果後面認識了以後 我也很害怕 就是她對我的印象怎麼樣 但還好那天都聊得還OK 但是因為她那時候 好像才從美國回來 然後她就是過來 認識了一下以後 她好像也待沒有很久 一個小時就走了吧 差不多 對 然後我們其實後面 後面後續聯絡 是因為我那時候想做鐵片 她是牙醫 然後想說 可以有一些你知道 業務上的配合 業配 Bonus 但是也沒有二星 對 但是 當時其實也沒有想這麼多 其實妳只是想要占我便宜而已 對 消貪啦 沒想到後來是妳占她便宜 誰算誰還不知道 互相 這個就叫太欠坐 對 然後就因為後面 就去她診所就是看了一下 然後就私下開始聯絡 然後我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我就記得是 她就問我說 喜歡薑木鴨還是羊肉爐 然後我那天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還先到 我準時到 第一次約會她就大概 時到 理由是什麼 沒有 因為那天我有上班 但是因為我們上班 有時候要把病患看完 所以沒有辦法那麼準時下班 對啊 所以她就 我就在那邊等了40分鐘 然後她中間就有跟我說說 她已經在飆車什麼什麼的 我心想說 飆車不是重點 對 那不行 我要去約會 快點 快點啦 一口爛牙 但是當下我在等的那40分鐘 我就想說這男的不行 對 因為第一次約會 哪有人敢遲到40分鐘 而且還是女生等男生 但是她後面一來以後 她就跟我道歉 我們那一餐就吃得還滿開心的 那就OK 就聊得也很愉快 我想後面就完全忘記 她遲到這件事 等40分鐘肚子都惡扁了 妳第一次看到 Apple的感覺嗎 第一次看到就是 夏和熙介紹的那一次 我當下只有一個感覺 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女生沒有化妝 還可以這麼漂亮 喔 喔 她也蠻會的 妳也蠻會 不要 不要這樣撐亂告白好不好 對了 對了 現在是老婆了 老婆一定要告白了啦 妳幫她辦那個生日 好像搞得滿隆重的 對啊 這個好花勵 這是我們 剛在一起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生日 遇到的第一個生日 我就是 有私下約她的那些朋友 約我的朋友 對 就是夏和熙 陰影他們 幫我慶生這樣子 她那時候就弄了這個 什麼蛋糕氣球什麼的 就是場面搞得很大 我當下其實有點尷尬 她在那邊 在我的朋友面前 也要把這些端出來 大家唱生日快樂歌的時候 她居然給我拿一個烏克利利 出來在那邊邊彈邊唱生日快樂 我是為了要唱生日快樂歌給她聽 然後我還特別請一個老師 來學烏克利利 但是妳的曲子選歌很重要 選歌很重要 妳怎麼會唱廟的音樂什麼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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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吧 尷尬 還送了個尷尬有沒有 對… 還送了我一個像奈兒這樣 然後後面就跟我道歉 她說她覺得她彈得沒有很好 我心裡想說 怎麼還會自我檢討這樣 因為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心意比較重要 因為彈得琳琳琳琳琳也沒有差 結果她還跟我道歉 所以我就跟她說是 心意比較重要這樣 來 第一次吵架 不要 我跟你講 別以為一切就順順髒髒 沒有 吵這麼兇 分手算了 來 來… 吵架的賴 吵架的很恐怖 你們一樣猜 你們一樣猜好不好 來 好 我剛才比地上的尿死 我剛才把 我剛才 沒有 他比也打錯了嗎 我剛才把地上的死尿 都擦乾淨了 這麼棒 我剛剛下了伏 夫妻是互相比 我也要多做一點 我現在要為了你跟巴寶 把身體養好 你好棒 阿欣 但今天真的要早點睡 明天晚上還要去台中 超硬 謝謝爸爸 超硬 超硬 一個… 一個帳… 結帳的一個 搞定了嗎 對喔 下去繳 笑哭的臉 帳單 變日常 因為我們家有三隻狗 兩隻貓 所以很常那些狗狗的屎跟尿 都是我在處理 然後那一天好像就是吵架 然後吵了架以後 因為我那時候也已經懷孕了 然後我好像就有跟他抱怨講說 懷了八寶 對 懷了八寶 然後我那時候好像就有跟他講說 就是我現在肚子已經越來越大 我有多難蹲下什麼什麼的 我就講了一下 然後後面就去工作 那天吵得滿兇的 結果後面工作完 我就收到他這個訊息 左邊這個是妳傳的 重點不是說狗便便的問題 底下那一行妳摸到什麼 怎麼會超硬 超硬 他是說他的行程很硬 他是摸到東西很硬 行程超硬 行程很硬 我想說是摸到什麼 以為自己在炫耀是不是 不是 他轉左邊是他 左邊是左翔 自己摸到東西說超硬 還在那邊炫耀 行程超硬 行程很硬 是… 對 你們夫妻的情趣我們哪知道 超硬… 所以他那一天就有跟我說 他就是要開始做這些事 所以他把死尿擦完 然後我本來錄影前 其實都很生氣的 結果錄完影一看到這個 我就氣消了 但他好像也是差不多 擦了一個禮拜以後 又開始換我擦 對啦… 能夠偶爾幫忙不錯了 對啊 偶爾幫忙 對不對 國翔會覺得Apple 他本來神經就大條 對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個 習慣比較不好 就是他很多事情 他都會拖到最後一天再去處理 像帳單也是 就譬如說帳單 他之前就發生過 譬如說家裡的那個網路 電視的那個帳單 然後他就一直要拖到最後一天 然後他就會收到訊息 吹腳 因為是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收到簡訊 吹腳 吹腳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要去腳… 然後我終於一直提醒他 他就是不去 他說那還沒到期啊 那最後一天是1月31號 我再去繳就好了 結果常常就是過期 我們之前還被網路被停掉 他最近有換了新車 然後我就覺得男生就是 好像對車子就是比車… 騰車子比騰老婆 車子是他的小老婆 對 一定的嘛 對啊 我最近他就是換了新車 所以因為我懷孕了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以前 都沒有那麼容易敲到他的車門 但我最近下車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摸到 不行… 他就兩個你知道嗎 會啊… 他就大聲氣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敲到車 結果我們就在車上大吵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 吵到我也會跟他講說 好啊 那不然你看 敲那個多少錢我賠給你 哇 講到這樣 哇… 沒有 妳當天 妳真的有在氣耶 妳當天講更狠 妳當天說車子是比較重要嗎 那妳換一個老婆好了 對 我說 我跟他說車子很重要是不是 那妳現在要不就選擇車子 要不就選擇 車真的超硬 超硬 超硬 這個都小事半嘴 不只敲一次 我好像那個禮拜敲了兩次 那個禮拜敲了三次 嚴重程度是什麼 剛先新車的第一個禮拜 他敲了三次 一個禮拜 第三次最扯 第三次是 他有提醒我 我開過去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那邊 有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我就說你等一下開門 小心一點 不要敲到 對 不要敲到 然後我就罵了 這不行 沒錯 妳就自己欠罵 不行 他要跟我說 因為他已經提醒我了 這個不用吧 10秒鐘前我才告訴你 對 他說我不是才提醒你 怎麼還敲斷 斷掉 不行 他也是不小心的 Apple也是不小心的 真的就立刻刷一台車給你 對 而且他還跟我說什麼 他上一台車賣掉的時候 就那個副駕駛座的門 被扣了7萬塊 因為太多刮痕 沒有啦 不要太太 那可能是前一個女友撞的 對 越方越來 動了太氣… 沒事… 關鍵 今天我們要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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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